其实在整个全球的经济、贸易、技术发展当中 其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结合了我们日常的工作 也是组织汽车行业广泛参与到全球技术法规 包括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 也是深深地感觉到 确实通过参与标准 对于整个全球的技术标准法规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 其实也是有助于整个中国汽车产业 融入到全球的技术发展过程当中 但目前来看 其实也存在一些挑战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 一个是目前对于新年汽车而言 可能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 可能还有一些技术水平上的差异 比如说中国 还有一些 比如说美国在电动汽车方面 可能技术积累的比较多 产业化走得也比较快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其他地区 可能还处于刚刚取步的阶段 这样的话可能不同国家在探讨 这种国际标准的时候 它基于的基础 或者它考虑的一些车重点 可能有一些差别 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些挑战 然后另外第二个 我觉得可能不同国家的监管 包括一些法律法规的体系 是存在很大的这个差异的 有的国家是注重这种事前的这种监管 有的国家是注重这种事后的这种监督 这样的话 其实不同国家对于标准的这个理解 对于哪些技术内容 应该在标准当中予以体现 技术指标的这个严格的这个程度 其实理解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 其实也是给我们在做国际标准当中 带来一定的一个挑战 但是总体上而言 那就是肯定标准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促进整个全球 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第一个呢 还是要广泛参与到 咱们国际上各个这个标准化的一个平台 还是要增进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 对于标准的这种理解 同时我也觉得 也可以利用好这种区域性的 或者多双边的一些交流的一些平台 可能有一些问题 在情形这种全球性的标准的过程当中 可能存在一定困难 但是可以从这种小部分的 从点到面的这种方式 来逐步的推进 最后形成一个全球的 一个统一的 一个公平的 一个贸易的一个环境